今天呢,咱们换一个心情,做一个面点 就叫莲花朵朵开 今天呢,咱们这个料比较多 菠菜,红麴 菠菜要做个绿色的面团 这个红麴,咱们要做个红色的面团 这个红麴你要打成粘,切成条就可以了 咱们先打菠菜汁,把菠菜放里 加上点水 再加点水 这个汁啊,要过散一下 咱们用这个勺压一压,把那个汁挤出来 这个渣啊,也能做菜,也能做肥 咱们就打好了 它有一点,就特别特别的红 咱们先做一个红面团 这个半碗面搁半勺的酵母 放一勺的糖 这是少半勺的盐 咱们先把这些糖啊,和盐啊,和酵母啊,都搅拌好 咱们把这个红汁倒进去 不要一下都焦,你先 灰火看一看,完了再浸 蘸点油,它呢,又不沾手,又不沾盆子 这样还好糊 油的越时间越长,越光亮 醒发的时候啊,就越充分一些 下粉,糖,还有盐呢,我都先放了 现在咱们就用这个绿色的菠菜汁,来和面了 这个绿面团和红面团,咱们就油好了 咱们就过去醒发 醒发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莲花座呢,需要一个白面团 和一个红面团 用白面团做两个大瓶 这莲花座啊,一定要擀圆一些 贵一点薄一点都没事 主要就是,现在咱们就擀好了 咱们就把这个花心擀进去 扣上盖 形成一个UFO 中间这个一定要压实了 微叠点,分成八份 对面切,一定要对称 先擀四边,完再擀四边 这就对称了 花叶子,这个刀就下得不要切透了 就是薄薄的切一下,不能切透了 现在咱们就压那个叶子那个筋 这个要压一圈,别着急 莲花叶子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好,来的时刻到了,咱们开始搅 好,头一圈呢,一定要贴着边脚 压着这个尖走 这会儿就是剪七手块的锅 愿意尝尝莲花座的味道 上屁蒸它15分钟 先莲花座,咱们就做好了 面食就是一个造型 就是咱们一个乐吧 面食就是一个造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